本来如果没有听 刚才许书记的介绍 我觉得感觉就是 哇 壮美 对 但是听了故事之后 这里面太不容易了 太心酸了 但是这件事情最后 给我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世界上 就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只要我们的执念在这儿 只要我们的目标在这儿 只要我们有许书记 这样的好的带头人 没有什么路 我们中国人修不出来 辛苦了 许书记 前两桩事情做完了 一个是通电 二是修路 第三桩事情是做了什么 那是解决人家吃饭问题 解决通水问题 你们原来喝水是怎么喝法 那是靠天吃水 先下雨了 打一个汗 接点 那个流下点水 流到这个汗井里面 天要不下雨 干汗前行都得跑十几里路 下到山下 来找水 在那个路修通以后 我就用了差不多就是一年吧 我就是把我这个大脑村 近三十平方公里的山 我走遍了 有一天早上 我吃过早饭以后 我开始又去找水 走着走着 我在我的前面这个地方 突然起了一股白烟 但是再愣了半天 我反应过来了 我说这个地方肯定有水 这是太阳照着这个水蒸气 蒸发了这个 蒸发上来的雾气 对 我说这个地方肯定有水 果不其然最后组织老百姓 下弯了不到三米 就找到了水 找到了水 风炸了三年 我们一共建成两个泉水池 建了这个十三座汉池 打了六十四眼汉井 铺埋软滚 就是塑料滚嘛 两万多米 使老百姓都吃上了 家家户户都有了吗 都有了 完成这项任务以后 那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这个摆在那面前 粮食低碳的原因 它肯定有它的问题 究竟咱那粮食生产 需要多少温度 需要多少天 它能够成熟 咱就来搞个试验 结果头年的试验失败了 弄了一家人 没有饭吃 这个人天天背着袋子 倒出去借粮 但是我不甘心啊 我在西藏那个地方 它那粮食都能生产 这个地方粮食不能生产 我真是想不通 全国的农业坎物定变了 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在一篇文章上 发现了一个 地膜能解决高产山地 低碳变高产的这个问题 塑料薄膜是吧 就把它蒙上 然后让它那个温度 发生改变对吧 回去以后我就买了一口 回到家里 给我外人给我生来一晚上去 他说你真是想把一家人饿死呀 他说你要再这样折腾啊 咱离婚 我说离婚就离婚呗 你这是气你们家老婆呢 是吧 是啊 他会生气啊 后来两个人生了一晚上去 最后父母给我调节以后 给了我五封地 我说行 只要有五封地就行 这个 必须的两个小时 观察记录一次 你才能掌握真凭实据 就这样记录下来 才知道 大脑它一年的无双期 就四个月一百二十天 有效季瘟一千三百八十五度 玉米的生长它需要一千五百度 小麦需要一千七百多度 所以因为地瘟到不到 它粮食就不会高产 那实验的结果就是 要种就是耐低温的粮食是吗 对 就是生长期短的 短的 对 玉米品种在九十多天的 可以种 一百天的可以种 超过一百天的你就不能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许书记啊 他不仅是有骨子那个勇气 干劲 你得用你的大脑 你得用智慧 是啊 当年呀 我五封地收了一千一百四十斤啊 所以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推广了 结果推广以后啊 全充的粮食产量 一亩地增加到八百八十六公斤 人用自产量达到了五百六十多斤 解决了吃饭问题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